为了防堵疫情扩散 全台设置了超过100个快筛站 其实快筛不只是要讲究速度 准确度也很重要 不过就有民众投诉 我们现在国产的安特罗快筛试剂 在之前的伊甸市跟文化大学的快筛检验 伪扬性率实在是太高了 呼吁卫福部现在要再审核 至于食药署这边的回应是说 依据目前紧急使用授权的标准来讲 快筛是可以容许9%到10%这样的伪扬性 那先前像是伊甸市或是文化大学 其实都有符合这个标准 目前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不良品的通报 但是还是会喊请业者要来进行说明 学生排队准备快筛 文化大学南宿6月初有4名学生确诊 校方安排住宿生全面进行快筛 不过当时快筛被指引伪扬性过高 引发正义 被点名的就是这款国产安特罗快筛试剂 有民众检举包括文化大学和伊甸市 都有用到安特罗的快筛试剂 文化大学筛减314人 有14人伪扬性 发生率为4.5% 另外伊甸市的快筛也被质疑不够精准 伪扬性发生率为3.1% 但这两个世界是不是全都用一个品牌的快筛试剂 或者有混用其他的厂牌 目前有关单位还在调查 不过根据目前紧急使用授权的标准 快筛可容许9%到10%的伪扬性发生率 但实药署还是会找业者来说明 针对民众有提到可能伪扬性偏高的状况 目前在本署的不良品通报系统并无查到 但针对这一事件 我们还是会请业者来说明 业者强调自家产品品质没有问题 灵敏度达到92.31% 不过这回被民众质疑快筛检验试剂不够精准 也让这新冠病毒筛检产品的准确度 再度被拿出来解释 台北报道